如果要去户外也一定要保暖 因为武林农场的樱花季 明天起一连展开13天 今天就已经有民众是冒着7度的低温 上山赏鹰 武林农场表示最近受到寒流跟大雨 许多樱花都被冻伤或是被雨打落 也让今年的樱花比起了去年还少 而樱花季的期间每天只能有6000人上山 建议赏花的游客提前到宜兰县政府的网站来预约 或是利用6条的赏鹰专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